你是我今年见到的第一位美国朋友 我总认为中美关系基础是在民间的 我是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的 在当今世界这样的一个形势下 我们可以进行各种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 有利于整个人类的一些活动 我非常感激烈的 这次见面 我们总是有很好的谈论 我们会有很多重要的题目 今天我非常感激烈 我非常感激烈 我不能来过这些四年 所以很感激烈